洛杉矶时间12月5日,加州呈现旅游及展览会及晚宴在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隆重召开,为进一步宣传呈现最具吸引力的各旅游景点,并加深中美旅游夜间的合作。 展览会邀请了呈现观光协会首席执行官Adwin Foller,迪士尼大洲华区市场与销售总监邓庆林, Costa Mesa公共关系负责人Johnny Wage等14位呈现各旅游景区代表以及当地百余位旅游业者丽临活动现场。 呈现观光协会首席执行官Adwin Foller在会上感谢了当地旅游代表做出的贡献, 并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能够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地旅游业的发展。 在展览会上,迪士尼乐园所在地Anaham,艺术与购物之都Costa Mesa,冲浪胜地Huntington Beach,Dana Point, 历史悠久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等14个地区代表展示了各自丰富的旅游资源, 完善的旅游设施以及特色的旅游文化。 迪士尼乐园作为老少街宜的主题乐园, 会在2018年11月6日到19年1月6日的假日季节中, 开展包括睡美人冬日城堡,圣诞幻想游行,迪士尼主题是美食, 主题乐园小小世界幽灵公馆假日庆典活动, 同时迪士尼还将为中国地区的游客精心策划过大年系列活动, 庆祝中国春节。 迪士尼乐园呢,从圣诞节开始, 我们有一连串的不同的活动, 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些表演, 还有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些特别过年时候做的一些许愿啊, 或者是跟米奇跟米尼照相啊, 他们穿着中国式的衣服跟大家拜年, 明年夏天我们有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园区要开幕, 星球大战园区, 星球大战园区预计占地14英亩, 约合5.6万平方米, 将修建包括千禧年飞船等标志性景点, 届时,园区也将提供新站系列的周边娱乐设施, 包括纪念品商店、主题餐厅和酒吧等。 该园区预计于2019年暑假正式对公众开放。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